我师父吸收了太极剑和武术当中一些动作 融化到弹角的剑屋里头 是武术的动作揉进去的 那怎么个融合法啊 这就是我师父采用了三环套乐 凤凰展翅 白蛇土信 进步刺 大蟒翻身 枯树盘根 风白柳等等动作 这么多动作呀 要求就是要手眼伸步 结合着唱腔 混合出洪夫女当时的愉快心情 那王先生提到成派艺术呢 人们自然想到的是成派唱腔 非常的含蓄 典雅 顿挫有致 非常好听 但是经您这么一说呢 那成老先生是在这个做 也就是在身段的要求上也是很高的了 成派艺术和其他流派艺术一样 他包括那个四公五法 比如说 梅派 上派 巡派 马派 唐派 都有他自己的一套那个四公五法 成派的四公五法呢 就是唱作念答 五法呢 口 手 眼伸步 五法 嗯 嗯 我师父说 一个演员 啊 不 不能说是 会唱几句了 就成了 嗯 一定要那个掌握好 那个四公五法 嗯 如果把四公五法掌握好了 才能成为一个好演员 那好 观众朋友下面呢 我们就一同的来欣赏72岁高龄的 王银秋先生演唱的 《洪福传》的精彩片段 小小小小为 shop ille 他 好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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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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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杨茜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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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推送一些金句名人名家名段 然后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像是这种玉奎智老师的 剑干河边 我们每天都为大家免费推送 这些都是免费的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